云林见口胡乡许姓夫妻迎戏顾口角,导致诚信妻子心情不佳,上网留言称我又怀了第五胎,不该拿掉,想卖给有需要小孩的有缘人,引发贩卖因而疑虑,索性是夫妻吵架说的气话,虚惊一场记者胡伟方摄影分享,云林见口胡乡许姓夫妻迎戏顾口角,导致诚信妻子心情不佳,上网留言称我又怀了第五胎。 不该拿掉,想卖给有需要小孩的有缘人,引发贩卖因而疑虑,让社会大众关注,金云林见政府社会处社工亲自到访及警方介入调查,陈姓少妇到金湖派出所制作笔录称只是夫妻吵架说的气话,并未买卖儿童,证实虚惊一场。 警方表示,31岁陈庆妇人于FB发布买卖儿童讯息,申春她已婚且与38岁许姓丈夫育有四名子女,二男二女,目前又怀孕,今天因工作口角一气之下说出买卖儿童讯息。 经询问丈夫确认无买卖意图,许家已自营养职业加上政府补助,经济尚可,社工园访察儿少说照顾情形尚可,已告知买卖儿童是违法行为。 社会处指出,许家已养职业为主要经济来源,但因养育多名子女负担确实较重。 未来将检视评估许家经济需要,随时协助申请公司部门的经济补助,后续将持续指派社工服务。 关注经济方面及成性少妇情绪及家属互动,子女就学及心理状,况等一提,结合学校提供目睹,家庭暴力儿少三级辅导,保护学童权益。 社会处强调,对于买卖未满18岁以下而少,已处犯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49条第一项第八款规定,可依同法第97条处行为人心台币6万元至30万元整,并公布姓名。 另又可依同法第102条规定处,监护全人接受4小时至50小时轻职教育,不接受或接受时数不足时,处清台币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还,连续处罚至接受或完成为止。 云林建口胡乡许姓夫妻迎戏顾口角,导致陈姓妻子心情不佳,于FB发布买卖儿童讯息引发社会大众关注,经社公园及警方介入调查。 而少社照顾情形尚可证实是夫妻吵架说的气话。 须今一场记者胡伟方摄影分享。